这几天新闻不断播放一人于天的女儿于怨琪病逝的消息 于怨琪她离癌八年 经历了一连串的治疗 却还是只有得年39岁 于怨琪在2014年警察出了直肠癌 她勇敢地面对了化疗 曾经一度开心宣布已经痊愈 没想到因为怀上了儿子而疏忽检查 癌症接连复发了两次 从淋巴扩散到肝和肺 经历了70次的化疗和切除肺脏等器官 甚至两片肺脏变成全白 只能用全氧来呼吸 最后仍是不敌病魔 明明于怨琪吃得很养生 不咽不酒 生活作息又很正常啊 又为什么癌症这么难对付呢 主要原因是 癌细胞是由本身自己的细胞突变而来 有些很相似的DNA 所以免疫系统很难辨识出 癌细胞来将它消灭 癌症真的没办法解决吗 癌症疫苗区分为预防性和治疗性两类 一些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用于 预防癌症发生 像是B肝疫苗可以预防肝癌 人类突如病毒HPV疫苗可以预防子宫颈癌 这类的疫苗是归类为预防性癌症疫苗 疫苗如果是用于治疗已经发生的癌症 则称作治疗性癌症疫苗 不管是预防性或是治疗性疫苗 都是透过人类免疫系统来对付癌症 迟来的好消息 在今年的4月11号 这波COVID-19疫情工程 BioNTech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BNT 发表了癌症一项临床试验的可信度高的数据 这个实验评估了一种新的基于MRNA的癌症疗法 迹象表明MRNA技术除了用在COVID-19疫苗 可能会解锁新的癌症治疗方法 和针对其他传染性的疾病 目前BioNTech公司有许多癌症疫苗专案都在进行中 癌症疫苗将有效的训练身体免疫系统识别和摧毁癌细胞 就像其他的疫苗对入侵病原体所做的那样 专注于仅存在于癌细胞上的独特标记 理论上疫苗可以利用免疫系统来治疗和预防癌症 例如BNT之前所研发的治疗性癌症疫苗 在去年进行BNT111黑色素瘤疫苗人体试验 招募的受试者多是属于无药可医的癌末病患 BNT111展现了安全性和疗效 令研究人员十分的振奋 基于一期试验结果 二期试验将招募120名的受试者 在欧盟国家、英国、美国和澳洲等地的医学中心 进一步的验证 黑色素瘤患者癌细胞 由NYSO1、MegaA3、Tyrusnase、TPT 四种肿瘤相关抗原至少一种 运用了MRNA编码四种抗原 在运用脂质奈米颗粒负责封装这些MRNA分子 所以能以静脉注射方式施打到病患的体内 素细胞转入了这四种抗原后 并且协助激活了T细胞的活性 来强化识别肿瘤 并且消灭它们 MRNA疫苗的潜力在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让世人刮目相看 但是BNT公司的目标并不仅于此 还有20项以上的研发专案进行中 除了开发多种治疗癌症的癌症疫苗 还包括了对抗艾滋病、流感等传染病疫苗 未来人类对抗疾病除了运用小分子药物 蛋白质药物、抗体等 还会多出RNA这项武器 那么BNT值得投资吗? 在2019年以前 BNT是一间很烧钱的公司 在2019年以后 BNT变成一家钱多到烧不完的公司 BNT透过了MRNA协助全世界对抗新冠病毒 已经占功标柄 并且囤积了大量的粮草 从2019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资产仅为8亿欧元 到2022年第二季财报公布已经达到了210亿欧元 公司资产成长了25倍 公司的体质和财务结构也相当的健康 但是因为疫情已经进入了尾声 再加上美国计划中止采购疫苗 让疫苗商业化 这样的政策对新创公司MODNA很不利 相对的 对已经长期经营医疗通路的老牌药厂 辉瑞比较有利 目前美股净值是54.38 未来两剂预估EPS是13块 到了年底前净值是67.38 癌症治疗疫苗是一个刚性的需求 经过了一期临床事业 有令人惊艳的成果 但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可能会把这只大黑马加入观察清单 持续的追踪 大家要记得订阅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